好 那那个 冯院长 策务院长 理事长 潘院长 那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我想再来 我来讲这个Snapping Keep 那我想我只有20分钟很要感一点 那我是许鸿之医师 在嘉义长庚医院 服务以前 也在林口长庚 很高兴回来两驾 那我这个 今天讲的内容 在如果没有另外注明的话 都是从我之前写过的书里面 引用出来 那请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想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关于HitPain 宽痛的事实 大概有哪一些 那成人的这一个 有在做体育活动的慢性宽痛 大概三到四成 所以大概每三位的 就会有一位 那成年人 然后60岁以上其实蛮常见 膝盖痛第二个常见的 大概就是这个髋关节疼痛 那年轻人 比较常见的 就是刚刚这个 潘院长有讲到 像这个关节蠢的损伤 或者是滑膜的发炎 那随着年纪越大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有一个 这个转子疼痛 或者是我们的骨关节炎 或是刚刚陈医师有讲到 Osteonecrosis of your head 那我们因为我本身有做这个运动 看选手 有一些运动 像这个体操 举重 足球 跳舞等等 这类的这个反复的趋宽的运动 也常常会发病 那所以 因着这个原因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想 这个疼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那等一下也会跟各位介绍 这个弹响宽 它有可以会想的跟不会想的 有在外面的 有在里面的 那这个病变呢 它的位置其实很接近 都是如果会痛的话 很多都是痛在前宽 我们说该冰 该冰这个地方 那可以啊 我们用PE去区分 倒不是说超音波 不见得完全能够区分 只是说我们在做精准的 身体理学检查的时候 可以不要走冤枉的路 所以今天下午的工作坊里面 我也会花一些时间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样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好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这个Snapping HIP 有痛的有不痛的 有destructive的 有non-destructive的 有的 他明明就是想 但是你给他观察几个月 甚至几年 他都不会再推化 但是呢 他还是胃痛 那这个人我们就必须思考 他是不是 谈响宽造成的 所谓的原胃痛 而必须要思考 他是从其他的地方 的组织的病变 来的这种转胃痛 这个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 叫肌筋膜疼痛症 我们有几个常见的 肌痛症的转胃痛 刚好就是在 谈响宽的疼痛的位置 所以有的时候 他是想 加一个转胃痛 但这种呢 我们identify出来的时候 就不一定 要在这边去给他做 积极的治疗 只要把转胃痛的病因 去找到就可以了 好 那另外 就是各年龄层 都要注意 就是腰 部的神经跟病变 他大家的印象都觉得说 神经跟病变压到 他会从腰痛 麻到脚去 但是如果经过 re-minimination之后 他神经慢慢长好之后 有可能他会用宽药 这个地方的疼痛 来去呈现 那当然还有一个 血功不足 这个也会 这个有的时候 真的找不到原因之后 我们要去找 我们有发现 有一些病人 他其实是hypoplasia 甚至他是 这个 Eleic Artery的 这个Stenosis 这个也会造成这样子的 一个疼痛 那这个弹响宽的定义 我想这个应该 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过 或者是看过 他就是一个 snapping的sensation 他可能痛 可能不痛 然后呢 有的时候突然掉一下 他就比较舒服 他可能是单侧 可能是双侧 为什么是单侧 为什么是双侧 有可能 像我们有机会 我有请到一个 我的朋友来做model 给各位看 有的人他的snapping Keep是双侧 结果参院后做起来 他一个是 一个是外在的原因 一个是external 一个是internal 因为骨盆的位置偏掉 所以我们等一下 你会稍微讲一下 这个骨盆 怎么样去评估 然后呢 有的时候不见得是trauma 而是什么overuse 过度使用 像我们刚刚讲 长期蹲站的这个东西 那在这个15到40岁 女生比较常见 那刚刚有讲过 像体操啦 或跳舞 所以有人叫做dancer's hip dancer's hip 好 那这个刚刚讲过了 弹响光 他可能是可以听得到 但是有的时候 他是只能摸到 所以有时候弹响光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不去用摸的 用摸的 就不是只有听 因为他有时候有痛 有时候没有痛 他有一些snapping的这个感觉 弹响的这个感觉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大原因 第一个external 外在的 外在我们叫 dancer's hip 他可能是这个ITB ITB这个组结构 在这个大专子 Great Japan的上面去滑动 引起的 所以像我们做超音波 主要检查的就是ITB series Tensor fasciolata 跟Cruid max 就是囤大吉 那另外一种是internal 内在的 内在的时候 就是Eliosalus tendon Eliosalus tendon 在Eliopatinum 的这个Prominence上面 他去摩擦 那这种摩擦 他的声音就会比较深 从里面来 当然等一下 我们会讲一些 其他原因造成snapping 不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那这个东西 原因就很有趣 有可能是这个 Eliosalus muscle 比较紧 有可能是骨盆的位置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 大概都可以做一些观察 那当然就是intraarticular intraarticular里面 那其实 教科书都会告诉我们 最常见是Libram tear 或者是Luse body 那Luse body 其实大家好像觉得 好像很少 其实没有想象中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叫做Rachel syndrome 就是Osteocondromatosis 退化有的时候 就会造成这东西 等一下我给各位看 那这种东西 它其实不叫做snapping 它叫做clicking hip 所以它那个声音 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 那这个东西 刚才一直有讲到 因为它的深层内存 我们超音波 都没有办法很好project到 所以这个chimri的 这个可能是有时候会有必要的 好 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胖胖胎节的活动角度 我想应该这个 简单看一下 因为等一下 在做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 好 我把它整理出来 大概它有external internal跟articular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检查出来的话 大概就是extension 一个rotation 这些东西我们去做 下午的话 我们会用这个东西 去跟大家讲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静态的时候 下午也会demonstrate 这个东西 我们会用动态的这个方式 把这个腿抬起来 就是做一些test的这个姿势 下面看这个 这个snipping的东西 有没有跑出来 这是external 那internal的话也是一样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刚刚在问我们的这个同事 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它证明一下 我们可以做 internal的时候 有时候会做到 比较深层的复勾这样子 好 这下午会讲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dynamic test 除了看以外 我们还可以听声音 就是看这个东西 它在这个地方的滑动的顺畅度 这个大概我们都会去看 那当然这个是external 再来就是articular articular里面 我们下午会跟各位讲两个最常见的 第一个 acetabiton labyrinthair labyrinthair 其实这个东西 之前 我们有一些诊断的专家有写过 他有跟mri相比 所以在他的specificity tastic predict ratio 其实都不比mri差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如果 PE已经知道 差不多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可以直接用草原口去介入 去做检查 好 刚刚说matosis primary找不到原因发生的 在这个地方有一块一块这个东西 我们一般叫做rachial syndrome 那secondary的话 那可能是因为年纪大 degeneration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过度的使用这些东西 那这种东西 他的这个 看说matosis的这个东西就会比较少 而且比较大 比较大 通常四五十岁就会出来 男生比较多 那 膝关节最常见 如果膝关节有 通常pick也会少一下 pick也会有 好 那当然滴滴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排除掉像jaisen 巨大细胞的这个肿瘤 或是osteosachoma 这样子 好 那除了jointh之外的 snaping会不会有 有 这是我们看过的一个学生 来 所以他就觉得痛 然后会hipping snaping 观察减favor test的做起来 好 就一看 是这个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是Aiis anterior Inferiose Aperic Spine 那 再查 运动员的肯腾痛 我们大概还是要考虑 生长肯的损伤 像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是一个rectus femoris 在它的insertion的地方 一个avulsion fracture 那这个也会snaping 那这个也会疼痛 但是这个 在超音波的整个段下面 我们就要再往上看一下 这就是Beyond的一个检查 那当然 运动员之外 小朋友我们也要注意 slip femoral head syndrome 或者是DDH 这个东西我们也要做 小朋友容易做得清楚 而且serial examination是好的 因为这个东西 它可能是渐渐的发生 所以大概不要一举的定生死 可能下个月再请他回来做 这个是DDH 我想今天不是讲DDH 所以我们就简单跳过 小朋友在做相对来讲 他可以看的结构比较多 我们也会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 好 那再来就是刚刚陈医师有讲到 osteonecrosis sle 这个有 类固醇跟过量因酒 以前教科书念的时候 大家都大概不会觉得什么 但是我前两天讲一个东西 我们这个儿童 藏心罐 藏心罐 藏心罐有一个后移症叫misa misc 那这个东西 他通常第一线就是使用雷固醇的pulse therapy 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到 雷固醇pulse therapy之后 大概 osteonecrosis很常见 所以这个大概预期 未来的这几年一定会越来越多 好 那当然这个一些其他的疾病也有 一些疾病也有 这我们就不多讲 snaping hip 我们刚刚稍微讲过了 就是他会有snaping 然后tenderness 然后有时候呢 他会有这个muscle weakness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一下 分别是 kip的外展肌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 eliosaurus muscle 那这个东西会形成一个 trendylemper gate 因为这个无力 这个地方他在走的时候 宽部就会弯曲 而这个东西 我们刚刚也要讲到 必须跟SI joint 的这个问题来去做 所以通常trendylemper 下一个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做 delete test 就是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有SI的这个问题 那另外 我们dynamic test 下午会讲的时候 其实主要就是用overtest 作为一个基底 来去做 超越过探楼放这里 给他抬起来 翻出来放下来 看他这个snaping会不会跑出来 这个下午我们也会做到 好 那differential里面 其实我们刚刚讲过 因为这个浅的tensor发酵 data 深的glutius muscle medius muscle的strength 有的时候会造成这样的东西 strength完 他后面可能会有lovertial pain 这个也要处理 那另外的话 我们会看一下 有没有tropentary bursitis 滑囊的这个炎 滑囊的发炎 那小朋友要注意 有没有要保险 那照的时候 我们还是建议跟照S光一样 ap and a frog muda 超越波也可以ap跟frog 就是这两个姿势 我们下去看 也就是所谓的动态测试 好 那治疗的话 要避免 Irritating the activity unsafe 然后使用一些辅助的器具 像拐杖 腋下拐杖等等 那exercise 我们下午会稍微讲一下 做一些muscle reeducation的东西 那如果是转胃痛产生的疼痛 我们会用3个point 如果水比较多 我们会用这个抽吸 那如果要鼓的话 back source polytherapy 大概是一个选择 那刚刚有讲到 肌痛症 我会讲一下 我时间快到了 它的特点 紧束带当中肌痛点 按下去转胃痛 真是以后有抽搐的反应 那这个feature 其实有1987年 其实有告诉我们 正常的压痛 我们下午会demonstrate 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如何去identify 它是tenderness 还是stress tenderness 还是trigger pain 那这个地方 其实它都有记录起来 它有一个thratio thratio大概是6.5 男女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直接调 对不起时间 比较那个 我们会找到它的referral pattern 然后找到trigger point 下去做资料 因为肝针很简单 下去做之后 它如果不痛 剩下有声音 那有可能就是referral pain 来的这种疼痛 这个是16 hours 那16 hours 我们会做一些stretching 会做 先identify出来 然后去做一些stretching 那还有gluteus Noxen老师 团大机找到gitter point 先去做 然后看它snipping 也没有改善 这个大概也是我们会 常规会去做的一个方法 或者是用injection 或者stretching 或者是pulpation 这个都会做 那medius也是一样 medius是比较偏上的 它如果snipping 在这边可能弄在这里 我们大概会先做感诊 看它有没有改善 也是一样 pulpation stretching injection 这个东西大概做法都一样 下午我们会demo 好 那另外一个tensor farsha tensor farsha 通常是在这个地方 referral pain在这里 所以snipping tip的东西 我们也是要考虑这个东西 也是一样 pulpation stretching 跟injection 好 终于讲prognosis prognosis 大部分做physical therapy 它会改善 那另外就是说 return to activity 是可以的 然后再来就是 有些人 他其实会有一些snipping 但是他不会有其他的症状 就是所谓的painless的snipping 那他会有5到10% 但是万一他产生疼痛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肌肉的原因去找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 它不会有一个long term的harmfulness ok 好 我简单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